成年人的感动就在一瞬间 无需言语 感恩一路遇见的贵人 感谢一路的鼎力相助 不管滴水之恩 还是举手之劳都明于心 老者昨天带着女儿出去相亲了 所以没有时间去找康特 可他心里还是记挂着他 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 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 老者一大早就和他女儿说了 今天什么事情都不做 还是继续出发寻找康特 老者开着车子 带着女儿和小外孙出发了 他决定还是沿着马路 去寻找康特的卡车 他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 找卡车的话目标大一点 感觉找人的话就像大海捞针 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老者在一条山路里果然发现了康特的卡车 他大喜过望以为他就在车里 停了车以后快速地往卡车那里走去 老者走过去拍窗户想和康特打招呼 哪知道那里面的人吓得屁滚尿流 急忙开车子就想溜 老者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 里面根本不是康特 卡车居然是杰斯 他虽然年纪大了 反应也很快 跑到自己的小汽车里发动车子就开始追 他的女儿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爸爸和他说 卡车里面是杰斯不是康特 没想到杰斯这个家伙居然抢了康特的卡车 看来康特这次肯定是被他给打得不轻 因为他总不可能乖乖献上自己的车钥匙 杰斯开着卡车疯狂地往前逃窜 他怎么也没想到 只是开着卡车出来晃了一圈 就遇到了老者 他不知道老者是在到处找康特的卡车 杰斯还以为自己做的事情天衣无缝 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 眼看着前面的路越来越曲折不好开 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被追上了 他只能跳下卡车仓皇离开这里 老者也走下了车子大声喊杰斯停下来 要跟他了解一下康特的下落 哪知道杰斯下的胆战心惊 头也不灰地跑了 老者打开车子查看里面的东西 似乎没有看到康特的手机 他拿着自己的手机开始打他电话 他的女儿和他说你不要打了 他的手机就在这里 他们还在车里面找到了现金 估计这些钱都是杰斯抢康特的 他们父女两个已经猜到了事情的大半个真相 他们怀疑杰斯肯定不是一个人干这个事情 因为平时他是打不过康特的 老者已经把康特的车给锁了起来 他们觉得既然卡车在这个附近出现 那康特有可能就在这个大山里 他们要顺着这个线索好好找一找 老者今天出了一趟不虚此行 在他的坚持不懈努力的寻找下 终于帮康特拿回了他的卡车 老者往前走了一段路 他发现有一个简单的临时庇护所 也不知道康特有没有在这里待过 他仔细看了一看 确实有人生活的痕迹 现在也不知道是康特住在这里还是杰斯住的 老者决定还是先离开诊再说 然后再带一个会开车的过来 把康特的卡车开回去 他下来后和他女儿说 他看到那里有一个临时庇护所 也不知道康特有没有在那里休息过 但是大致可以肯定了 他这两天还是在大山里寻找阿祖法 老者的女儿把康特的车钥匙和手机给了他爸爸 老者走之前还和他女儿说 本来我还想在这附近找一找他 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找到卡车了 还是先回去再把卡车开走 老是放在这里也不是问题 老者的女儿也同意爸爸的决定 先把卡车开回去再说 他们父女两个在回去的路上 还在讨论今天发生的事情 他们都没有想到是杰斯抢了康特的卡车 虽然他和康特一直是有仇恨的 可是最近好像安分了好多 据说还帮着一起去找阿祖法了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又变卦了 杰斯上次还住在康特家里 他们不仅好吃好喝地招待他 康特把仅有的钱都给了他 就是希望能过个清静日子 他已经够烦的了 不想他再来打扰自己的生活 老者的女儿现在心里有了猜测 是不是妈妈怂恿杰斯这么做的 这种别人看起来离谱的事情 妈妈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做得出来的 老者和他的女儿 还有康特其实都不知道 阿祖法这两天已经回去过一次了 只是他知道康特不在家后 连家门都没有进 面对妈妈的虚伪笑容 他说的每一个字 阿祖法都不相信 他知道他没安好心 他们两个还联手起来抢凯撒 这越发地让他怀疑了 所以他果断地带着孩子离开了 老者今天出去一趟 居然顺利地把康特的车找到了 原本这样的事情他要告诉妈妈的 可是现在他已经对他不信任了 他也担心是妈妈和杰斯联合起来做这件事情的 要是没有妈妈的允许 杰斯不一定敢这么做 他们家的事情再一次扑朔迷离起来 老者前几天为康特的事情 去了他们家几次 每一次去都搞得不欢而散 妈妈和吉尔纳现在把他们妇女当做了死对头一样 其实上了年纪的人都是很心软的 可是老者真的是对妈妈彻底失望了 原来他还觉得 他是个爱孩子爱家人的好女人 可现在已经让他觉得面目可憎了 还有更可笑的是 妈妈居然还想让康特娶她女儿 老者虽然非常的喜欢康特 可不代表着他会愿意 让自己的女儿嫁入这样一个家庭 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去遭罪吗 如果他的女儿嫁给了康特 那他就是第二个阿祖法 老者的车子终于开到了自己家的院子里 今天已经很累了 他决定早点休息 你们觉得老者今天会请人把康特的车子开回来吗 看起来 你看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